都是一些很羡慕我的眼神 非常开心来到这里 最近确实比较闲 这个脱口头大会也不去了 也不用给男人做饭了 现在就等着春晚给我发邀请了 然后前段时间 确实让大家吃了很多瓜 关心我的人也不少 那前两天张上刚老师就非常关心我 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局 说金鸡砍砍局 我当时一听特别兴奋 还以为金鸡讲呢 那张老师接着就说了 他说他是主持人 我就知道我想多了 我跟张老师那也确实很久没有见了 因为前段时间疫情很严重的 不能出门 所以那段时间呢 只能在家开视频会议 开视频会议大家都经历过吧 就是你开视频会议的时候呢 就不能走神 就你一走神特别明显 所以说我当时开视频会议的时候呢 我就只能盯着屏幕里那一张张 早就看你的同事的脸 以前看《磅礴》吧 觉得只是小帅 但这个磅礴在忽兰旁边呢 就是大帅 庞大帅 然后我最后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就开始数那个忽兰的胡子啊 我就数了半天 对啊 一共302根 白胡子还有三根 这个会开完之后呢 老板让我总结 你说我能总结出啥 我只好说忽兰真的不适合留胡子 而且视频会议呢 它就是一种说来就来的会议 比如说前几天晚上啊 我跟导演约好开个视频会议嘛 我提前一个小时我就开始选衣服 收拾化妆啊 然后呢 结果这个会址开了五分钟 等我换了睡衣把妆卸了 突然这个领导又要临时开个视频会议 啊 我又一顿收拾 这会开完之后呢 我留了个心眼 你说万一再有会呢 对吧 我就等 等了一个小时 确定没有会了 我又换了一副卸了妆 可是过了没多久 突然这个成路 打了个电话过来了 我当时看了看自己的睡衣 心想 他打这个电话 是作为前夫呢 还是作为总编剧呢 你说如果作为前夫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收拾了嘛 对吧 但如果他作为总编剧呢 对吧 结果我还没有接呢 他就挂了 给我发了个信息说 对不起打错了 这个视频会议呢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有时候网络 会莫名其妙地卡顿 就像这样 诶 斯文 接下来是关于你的工作 明白了吧 我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回答他 那我只能说 我觉得 你懂了吧 女人出门的区别太大了 你想我们女人出门 要花一个小时 打扮自己 收拾自己 男人出门呢 只需要跟他喊一句 好了 走吧 他就可以了 而且我觉得男人啊 他如果自己觉得 没有必要出门 他永远都不会出门 他能宅在家里一辈子 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建国 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件事可以让他出门 那就是他手机坏了 为什么 因为手机坏了 就没法用手机上网买任何东西 包括手机 你说你只能出门买手机 对吧 但是你手机坏了 你要出门买手机 就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比如说 你得先用手机导航 找到一个手机店 但手机坏了 就算你家门口正好有一个手机店 你挑好手机 要手机支付了 哎 手机坏了 这个时候呢 气得要发个朋友圈 但你手机坏了 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呢 就是借别人的手机 去京东买手机 并选择一小时搭 只需一小时 新手机就到了 而且最好一次买两个 这样手机再坏了 就不用找人借手机了 没想到爆梗在这里吧 好了 现在今天这个经济砍砍局 我要砍得也够多了 希望大家听到之后呢 不要只记得买手机去京东 也要记得关心一下我 和我的前夫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